在疫情籠罩之下 有非常多的企業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今年甚至有三成的企業決定不半尾牙了 還有四成四的民眾認為 他們今年根本連年終獎金都拿不到 那我們現在就來一起聽聽看民眾的心聲 這是什麼行業 諮詢業工程師 那你今年還有年終嗎 今年沒有年終 飯店都沒有客人 今年好像沒有年終可以 製造業放了兩個月的無薪假 董事長 董事長 年終是一定要罰的 旅遊業的差超多的 他們就像現在只能去打工 因為我們是這種公家機關 基本上都固定的 就固定1.5 固定1.5 授險業務 沒有耶都維持一樣 金融服務 可是因為這次的疫情 會增加很多人購買保險的區塊 所以跟往年來講會有增加一點點 是做八大的 有時候年終老闆都不辦了 尾牙都不辦了 那你今年還有尾牙 沒有 那你覺得怎麼樣 還好 因為就不用聚在一起 沒有 比較差一點吧 對 畢竟都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日子 尾牙就是因為疫情就取消了 當然就不想取消 因為尾牙有抽獎 有 我們公司有尾牙 沒有 沒有 今天沒有 一定沒有 應該會 也沒辦法 就撐過疫情 應該就可以 先繼續做的 然後看有沒有其他更好的工作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應該有點難 因為我有些朋友 其實也有減薪 也有受到影響 甚至有些是被 辭退這樣子 基本上根據我們調查顯示 今年的年終獎金平均基數 是1.11個月 比去年減少0.2個月 是創下9年以來的一個新低 那整體原因當然還是跟 疫情的衝擊有關係 所以以行業別來看 其實這個表現比較好的 是集中在金融業科技業跟這個 醫護生技業 那成長其實比較多的 在這個營建不動產業 有這個增加了大概0.2個月左右的 一個數字 表示說其實看起來 這個台商因為疫情的關係 回台 置產或者是找商辦設據點 帶動整個這個不動產業的一個業績成長 讓從業人員的相關年終數字 是比較亮眼的 那相較之下當然疫情重災區的這個 像觀光業餐飲業 還有這個航空業部分 這個數字下滑是比較明顯的 不過整體來看倒數 比較少的這個 集中在一些像大眾傳播業 廣告業文教業 以及這個餐飲休旅業的部分 那大概下滑的幅度是 好其實下滑幅度看起來的話 如果以這個 絕對值來看比較明顯的 確實在餐飲休旅業部分 減少大概0.2到0.3個月左右的一個數字 因為畢竟整個全球如果還沒有這個 邊境解封的一個情況下 要光靠這個內需或國旅市場 來支撐整個餐飲跟休旅業的話 其實是難度比較高的 已經在去看其他事情 絕對那些視頻 都不可能和尊嚴 會覺得iller 會讓你更快 有很多的圓楼 有很多的圓楼 大家慶這些